大家好,我们都知道各位,朱熹非常有名,北有农子男有朱熹,朱熹军一本书叫四书起初,大学中英文人与孟子四书,元朝明朝清朝考科举考六七百年,甚至说七八百年都是考朱熹的思想,我们都知道封建王朝总共才两千多年的历史,三军之一强都是朱熹的思想,所以封建帝王非常推出的,朱熹这种儒家思想,理学思想,对现代人有很好的学习和教育意义, 父子有亲,父亲和子女之间有天然的做亲情,君臣有义,夫妇有别,长幼有序,朋友有戏,末字里面的话,博学之,审问之,顺思之,明辨之,堵行之,学习学习再学习,唯有学习才提能自己的品味,当我们学习以后呢,才能做到海纳百川,有龙乃大,红龙墨中有余,世事动名皆学问,人情恋大及文章,学了以后最后一定要付诸于行动,堵行之,踏踏实实一心一意,付诸于实践,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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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实� 这些是简直的真理的唯一标准,正期不谋其地,明起道不计其功,急所无欲,务事由于人,形有不得返求诸解,当我们每个人作事作偷的时候,就是形有不得的时候,无人教导我们作偷则办,不要去抱怨,不要去埋怨,埋怨不但于事无辜,而且还败坏了自己的好心情,学会从容的去面对自己的每一天,在失败和挫折当中学会反省,这样呢,我们的明天就永远会比昨天更加完美,是为形有不得反省,